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欢迎您收看今天的澳洲新闻 首先我们先看一组社会新闻 昆士兰赫维湾海滨场馆的建筑工地挖出海谷 警方正在现场调查 周三傍晚五点半左右 昆士兰赫维湾海滨场馆的建筑工人发现骨骼残骸 警方接曝赶到排水渠道的施工现场 地方议会也正在协助调查 议会主管迪姆表示 现场施工工作已暂停 在警方调查清楚之前不会开工 现阶段尚不清楚发现的海骨属于人类还是其他动物 悉尼深水公园冰市镇以及悉尼奥林匹克公园 捕获的蚊虫经检测携带螺丝核病毒 针对这种病毒感染目前尚无有效的治疗方式 当局提醒在乔治河附近区域居住或者逗留的居民 提高警惕 避免感染这种可通过蚊虫叮咬传播的病毒 新州卫生厅环境卫生部门主管布鲁姆表示 虽然螺丝核病毒感染病例在悉尼很少见 但是每年这个时候蚊虫数量众多 居民应该提高警惕 悉尼Campsey一名男子就职于机场服务供应商 其通行证可进入悉尼机场的安全区 昨天这名男子将从加拿大空运而来的两个背包 从国际航站楼转移至国内航站楼 当天摩尔本Tranvenco一名男子飞抵悉尼 计划领走这两个背包 被澳洲联邦警察当场逮捕 警方在这两个背包中发现38公斤冰毒 涉案悉尼男子被指控走私管制药物 而莫尼本男子被指控非法持有走私管制药物 这两项罪名最高都可判处终身监禁 据一段两天前被传至网上的视频显示 在达尔文一处充满绿色藻类的小湖坡旁 训兽师怀特正尝试给一条名为公牛的鳄鱼喂食 期间这条隐藏在湖面下鸡肠碌碌的鳄鱼 忽然冲出水面向怀特扑去 幸运的是怀特反应快速逃离危险 最终在与公牛一臂之遥的地方 把食物喂进他口中 怀特在instagram上发文提醒道 记住只能在北领地公开开放的水域游泳 而且要留意周围的环境 你可以看到原来平静的水面 会怎样快速的发生变化 据悉这段视频上传至网上后 被点击观看了近24万次 一位网友表示我看了6次 每次都被吓得跳起来 来自布里斯班西部帕丁顿的一户居民发现 有一条蛇正躲在家中的马桶里降温 他们向捕蛇手求助 好在这只是一条常见的无害的树蛇 布里斯班捕蛇手组织 在Facebook上发表相关的照片 并配文轻松表示 又一条厕所蛇 想象一下当你在解决私人问题的时候 这条蛇冒头出来盯着你看 该组织还表示这是到目前为止 他们补到的第五条厕所蛇 最后我们来看一组时政财经简讯 北领地爱丽丝全肯德基宣布 因餐厅及其周边区域在深夜 发生了暴力事件不断升级 常有人躲进门店并已经造成了 近8000澳元的损失 为了保护员工和顾客的安全 门店将把关门的时间 从以往的凌晨1点提前至晚上10点 下面我们来看一条关于难民的消息 内政部部长杜敦表示 与民间的期望相反 来澳就医的难民或能迅速的获得国籍 杜敦表示 他和总理莫瑞信长期以来都反对这些人来澳洲 但因为反对党领袖薛顿的支持 难民来澳的就医法案获得了议会通过 对此薛顿否认工党削弱了澳洲边境安全 并对杜敦的说法提出了批评 下面我们来看一条关于银行的消息 西台银行本周宣布 为了让柜台员工能够更加专注地 为顾客提供优质服务 摆脱银行业的销售文化 从下月开始 2300名柜员将不再获得奖金 取而代之的是将固定薪酬上调500澳元 但是银行首席执行官每年依然可获得100多万澳元的奖金 据全球豪宅价格增幅排行榜显示 澳洲上榜城市中排名首位的是悉尼 该市豪宅市场在去年的价格仅增长3.1% 排名第30位 和2017年相比 悉尼排名下降了21位 墨尔本的排名同样下滑 去年价格仅增幅2.2% 排在第41位 与前一年相比下降了14个名次 反对党领袖薛顿表示 工党愿意接受工会上调最低工资的要求 他指出目前18.93澳元的最低时薪 已无法负担日益增长的生活成本 但是他并没有说明将如何上调最低工资 但是雇主们则发出警告 上调最低工资将迫使雇主付出更多薪水 最终导致失业率增高 3月6日 总理莫瑞信造访圣诞岛 并举行一场半小时的新闻发布会 联邦政府为相关的航班支付了6万澳元 反对党领袖薛顿 批评联邦政府对于边防政策过于关注 9号新闻台政治编辑乌尔曼 也对此次出行提出批评 认为当天就是一场滑稽剧 感谢您收看我们今天的新闻 如果您想了解更多的资讯 欢迎您订阅我们的频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